新店少年福利服务中心首度举办青春有你星巴战第一届KTV歌唱比赛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黄新华、新店区长陈怡君 以及中心里里长张正义都特地出席鼓励参赛选手 里长张正义更是自告奋有担任开场嘉宾高歌一曲 新少中心主任郑正寿表示 自去年5月新少唱句点启用后 受到地区少年深切的喜爱 透过比赛活动希望能够让少年朋友可以以格会友相互切磋之外 最重要的是给予正向支持的肯定 我们今天来的孩子有石定屋来、深坑 还有从澎湖回来的孩子 真的我们都非常开心 这样子的活动其实是孩子喜欢的 而且他们也期待 那我们也希望也提供一个正向的休闲环境 让他们有很棒的抒压情感 然后也真的是能够得到一个正向支持的一个机会 新少中心首届的KTV比赛 吸引了11组共19人参赛 在赛前都相当认真的准备 大多数的参赛少年都是初登场 虽然难免紧张 但都希望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 难免会有一点紧张 但是有鉴于我之前有比过什么 像是朗读之类的比赛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有上场比赛的经验 也不会到说真的很紧张 紧张到没有办法比赛 然后这个比赛给我感觉还是期待更多一点 我也喜欢唱歌 然后刚好新少这边就是办了活动 所以我才会想要来参加 那我是最一开始报名的人 我希望我可以表现得好一点 就是不要害怕 然后可以唱很大声 然后不会唱错 按照抽签顺序 参赛组别和选手逐一上台演唱 比赛活动中还邀请了专业评审 蒸蒸和喜德 针对歌唱技巧 表演能力 情感表达 舞台魅力和全场表现进行评分 评审对于参赛少年都给予相当不错的评价 两个是非常好的组合 但在饶舌部分 蛮看重的 对我通常饶舌的时候都是压一三排 对那你压准了 对今天有练习成果还不错 非常的自在 然后把那个声音 你的肢体把你声音一起带到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面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表现 新少中心社工师张芷瑜就指出 规划KTV歌唱比赛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给少年们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鼓励大家能够勇敢跨出一步 创造一个舞台 让他们有这个勇气 当然也是受到很多我们的 拜托啊 试试看嘛 就给他们多一点的鼓舞 像刚刚的孩子也有说 他可能一开始没有想要报名 那可能内心就有一些害怕或是退缩 但是他今天愿意勇敢的站上台 那就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他们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跨出这一步 那并且去可能发现更多自己的这个潜力 跟进行自我的成长 参赛少年们展现了好歌喉和稳健的台风 令在场来宾都非常惊艳 新店少年福利服务中心表示 藉由多元体验和学习活动 期望少年们都能够带着自信 一起展翅高飞 勇敢追寻梦想舞台 记者陈晓丹采访报道 明镇看完美妇农 明镇 compared Bull Rider